這邊都是橋 這裏被人擋住了 這裏一條路 帶下來 然後這裏就抓到它的份量 一次一點點 深的裏面有深淺的層次 亮的裏面也會有深淺的層次 它就調出 看起來這個大概多綠 大概多亮 這比較鮮豔,最後再去點綴一下 綠色先填滿 這個造型,深色的可能可以再多一點 這個水邊有一些白白的 暗的是暗的,亮的是亮的 這裡感覺要更亮一點 這裡 這整塊都還滿亮的,整塊比較大面積 所以這個深淺就需要把它做出來 亮的裡面做深淺 再更深 這個等白色畫完再做這個祈福 白色,剛才畫天空的這支筆 灰灰的 加一點風 咖啡 灰的 它也不是很白 所以先以這樣的明度看看會不會太亮 這個都有點 左右的這種,層次感 接著 這邊稍微再亮一點 也是橫的 橫的線條感 照著它的明暗去做微調 像這個有比較亮一點 但如果在畫面裡面它還是滿深的 就還是需要再去調亮 那我們等到樹畫完再看 這個會不會太明顯 這個綠色 先填滿 樹綠 這邊有些起伏 不規則 它不是一根一根的 在這麼小的裡面就不會去畫一根一根的 一撇代表一重 這一重暗的這一重亮的 這個白色 邊邊的亮度 其實沒有到很重要 馬路 這條灰的 直接吐滑 比較暖一點 然後調一點灰色 然後簡單一點就加一點紫色 這條路 再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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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不去這樣刷 這樣會太 太薄 所以用這樣去抹厚厚的 再調路 再調路 這條線過來 剛好是 這條路這裡 這條路 再調路 這條路 先調路 再調路 厚厚的 這邊再增加厚度 遠看不會說很紅 做馬路的層次 完成です 雞肉 豚肉 醬料 細醬料 用一舀 用手 煮成 一舀 用手